中时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讲述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百岁人生 副标题是长寿时代的生活和工作 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 人们的生活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比如过去人一过了50岁 就可能等着退休回家带孙子去了 而现在50岁在单位里可能还是名骨干 过去30岁的姑娘可能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 现在30岁刚博士毕业 还没结婚的也不在少数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人的寿命继续延长 人人都能活到100岁了 那社会和生活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你又将如何规划安排你的人生呢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 就会和你共同探讨这些问题 本书的作者是伦敦商学院的两位经济学教授 林达·格拉顿和安德鲁斯科特 在这本书当中 他们并没有教你怎么养生 也不是教你如何过好退休后的生活 而是综合应用了经济学 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知识 对未来人生的场景 进行了极具穿透力的描绘 还对长寿人生做了充满智慧的设想和规划 并且提出了很多超前的建议 2016年本书一经上市 就受到彭博社 美联社等多家知名媒体的反复推荐 成为当年亚马逊最畅销的图书之一 而且热度是一直不减 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那下面呢 我就将本书的内容分成三个部分 来为你讲解 第一 长寿时代 人们会面临哪些问题呢 第二 未来的人生可能是怎么样的呢 第三 如何才能安排好 我们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呢 第一个问题 长寿时代 人们会面临哪些问题呢 可能有人会问啊 人的预期寿命真的能够达到100岁吗 其实呢 这是有数据支撑的 根据美国加州大学等多家科研机构的权威数据显示 19世纪50年代以来 人类的预期寿命就在以每年三个月的速度递增 也就是说呀 每过十年 人类的平均寿命就可以多个两三岁 而且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人们的预期寿命都在提高 我们就拿印度来说 1990年的时候 印度国民的预期寿命才24岁 那到2014年 已经增加到了67岁 按照这样的速度推算 以后人们活到个100岁啊 将不再是什么稀罕事了 那么 人们的预期寿命能到100岁了 那生活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 本书作者就断言 在未来最大的变化 莫过于传统的三段式人生将逐渐消亡 你会迎来多阶段的人生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下面我就具体给你讲讲 就目前来说 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可以被分成三个阶段 首先是受教育期 其次是就业期 最后是退休期 比如说 一个人20多岁大学毕业 60岁左右退休 80岁左右去世 这样啊 退休之后大约还能活个20年 但是如果你的寿命延长到100岁 但退休年龄不变 那么退休之后 你还有40年好活 然而 虽然人的寿命延长了 但是出生率却越来越低 这就意味着领退休金的老年人越来越多 而劳动力却越来越少 比如说 1960年 日本是10个劳动力 抚养一个退休老人 而到2050年 10个劳动力将要抚养7个退休老人 那说白了 就是老人越活越长 那年轻人啊 又没那么多 谁来养活这么多的老年人呢 其实啊 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 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这就需要政府改革养老金政策 虽说 各国在改革的细节上有所不同 但总体的原则是差不多的 都是让你晚点退休 持点拿养老金 那现在呢 很多国家 也已经开始实施这一政策了 比如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当中 已经有18个成员国 提高了妇女的退休年龄 有14个成员国 提高了男性的退休年龄 那中国也在逐步推行 延长工作年限的政策 以缓解人口老龄化 给政府带来的压力 但是呢 这就会导致两个新的问题出现 第一 是人生的三阶段模式将被打破 在未来 新技术的出现 必将导致一些行业的衰落 而另一些行业的兴起 在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 最初学习到的技能 不可能够用一辈子 人们需要不断地学习新技能 并从事新的职业 人生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多个阶段 第二 如果人们按照原先的三个阶段 安排人生 那么工作的阶段 会相当地漫长和无聊 这会让人心情抑郁 直接影响到你与恋人 家人朋友的关系 人们的身体状况 也会受到影响 除了养老金问题 在未来 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也将发生巨大变化 面临更多样化的选择 比如 从前 人们大学毕业 想的第一件事 肯定是找份工作 然后结婚生子 过上安稳的生活 但是现在呢 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并不是很多年轻人的 必然选择 他们可能想 先出去看看世界 或者找几个伙伴 一起谋划着怎么创业 那对于职场人士而言 情况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比如说 由于互联网的发展 人们的沟通协作 变得更加方便 很多企业 会直接在网上 发布自己的需求 因此呢 会有一大批人选择兼职 那还有的人 干脆就不去找工作了 回归一种类似 个体户的状态 通过网络平台 接活 完成一项任务 获得一份佣金 那就是现在常说的 零工经济和共享经济 企业呢 也愿意进行这种交易 因为这样 他们可以节约 雇佣员工的成本 这些变化 都将极大的改变 人们现有的就业格局 和生活方式 并将进一步瓦解 三阶段的传统人生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 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 在未来 寿命的延长 使得政府支付养老金 越来越困难 人们不得不延长工作年限 与此同时 科技的发展 将让人们拥有 更灵活的谋生方式 这些都将极大的改变 人们现有的工作方式 和生活方式 传统的三阶段人生模式 将难以为继 要想使长寿人生 成为一份充满活力 创意和乐趣的礼物 而不是一个漫长 无聊和贫穷的诅咒 那就必须改变 三阶段的传统模式 重新考虑规划 和设计我们的人生 下面我们就进入 本书的第二个问题 未来的人生 是怎么样的呢 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 未来的人生 不再是现在的三段式 教育 就业 退休 单向 线性发展 而是有多种可能 多种组合方式 比如说在未来 可能会出现 专门探险的人生阶段 这里呢 作者所说的探险 有点类似于社会实践 只是呢 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生阶段 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有可能是好几年 那么什么时间去探险比较合适呢 一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 因为年轻人急需了解社会 探险的经历 不但能够提升他们的知识面和实践经验 为以后的人生做铺垫 更重要的是 他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思考一下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 该选择什么样的职业 二是在45岁左右 这个时候呢 你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是时候放空一下自己了 你需要重新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 评估自身的价值 更深入的思考自己的身份和角色 想清楚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三是在退休以后 那由于寿命的延长 人们有机会去体验完全不同的人生 让自己的一生活得更精彩 除了探险之外 在多阶段人生中 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经济活动阶段 很多人会放弃传统的职业道路进行创业 但是呢人们创业规模一般都比较小 目标也不是创办一个持续发展的公司 仅仅是花一段时间 从事一些独立的 自给自足的生产性工作 虽然在这个阶段也需要挣钱 但是最重要的是通过创业的过程来学习 让自己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比如说在实践中人们要思考 如何才能获得创业的资金和资源 如何才能拓宽你的人际关系网络等等 这些呢都是人生不可多得的财富 可以用到许多其他工作中去 在未来组合职业会更流行 因为人们活得更长久了 每天重复同样的事 就会产生疲劳感 感到很无聊 所以呢人们更青睐多样性的工作 这时组合职业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比如说在一周的时间里 你有三天到公司里上班 有一天在社区里做义工 再花一天时间为某个平台完成一项任务 剩下的一天练习一下自己的业余爱好 构建多阶段的人生 还需要不断增强自身的无形资产 那么未来人们必须的无形资产有哪些呢 第一类是生产资产 生产资产是指可以提高工作生产力 促进收入增加和职业前景发展的无形资产 那主要就包括知识和技能等等 第二类是活力资产 在未来身心健康是至关重要的无形资产 因此人们需要维持积极的家庭、伙伴、同事关系 保持良好的身心状况 第三类是一种新型资产 叫做转型资产 转型资产是指对自我的认知 和对新经历的开放态度等等 在多阶段的人生中 人们将经历大量的转型 因此转型资产将变得至关重要 只有掌握了以上三类无形资产 才能帮你构建丰富的多阶段人生 并能让你在不同的阶段顺利的转换 以上我们简单分析了 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的人生阶段 这么说你可能感觉不太直观 接下来我们就来模拟两个角色 70后的老王和90后的小李 并分别为他们设计多阶段的人生场景 我们先来看看老王的人生场景 70后的老王大学的时候学的是计算机 大学刚毕业那会儿 他就进了一家软件公司 从事和信息技术相关的工作 这家公司的效益还不错 于是老王就准备在这里 一直干到60岁左右退休 但是到了45岁的时候 老王意识到信息技术行业更新换代特别快 他所掌握的知识技能 已经跟不上时代的需求 自己的经历也有点跟不上 而且他算了算 自己所拥有的资产非常的有限 退休后的生活会很窘迫 因此他决定延迟退休 并做出一些改变 第一种设想 老王继续从事老本行 但是他经历了个人转型 并创建了组合职业 首先老王经过反思 认为自己如果再学习一些新技能 是有可能提高收入的 于是他将平时娱乐的时间用来学习 抽出晚上和每个周末的时间 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并考取了行业内的知名证书 最终找到了一份大型全球信息技术公司的 更高收入的工作 另外他也对自己的生活重新进行了规划 也就是前面说的增加活力资产 原本结婚之后 老王的妻子就在家做全职主妇的 为了增加家庭收入 妻子又重新回到全职工作 双方共同承担家庭责任 前面多年的生活当中 夫妻俩的健康状况都不太好 体重超标 运动不足 于是他们开始管理自己的饮食 并制定了积极的运动计划 同时老王还开始建立自己的组合职业 他一边从事全职工作 一边还投资了一项项目管理软件的开发 并获得了成功 因此他除了工资以外 还获得了一份额外的收入 第二种设想 老王做出了一个更大胆的人生决定 他要成为一名独立生产者 为了迈出这一步 老王是做了三个方面的准备 首先他密切关注市场 了解到信息技术行业最新的市场需求 其次他激活了自己的救人际关系网络 和许多前同事取得了联系 这让他获得了很多技术和人脉的支持 最后他考察了合适的合作伙伴 在做了这些准备之后 老王觉得自己对新技术有了足够多的了解 与供应商和政府机构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于是经过了三年的准备之后 他和合伙人一起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开始了人生新阶段 我们再来说说小李 小李是个90后的姑娘 那相对于老王来说 小李更年轻 面临的选择更多 就业压力也更大 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的时间 来学习新的技能 而且他的职业生涯更长 很可能要工作60年 那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 如果一直朝九晚六 每年只有三四个假期的话 他一定会疯掉的 所以呢我们为小李 设想了一个五阶段的人生 第一个阶段是探险阶段 大学毕业之后 小李决定先开始一次全球旅行 他去了拉丁美洲的几个国家 在旅途中 他不仅熟悉了拉丁文化 他还特意去学习 如何制作拉丁美洲的街头美食 那除此之外 他对拉丁美洲的宗教和节日活动 也很感兴趣 因此呢 他也试着参与组织了一些节日活动 这不仅磨练了他的组织能力 还让他学会了如何做预算 如何控制收支 如何与当地机构打交道等等 探险阶段 小李过得很轻松自在 收获了许多的欢乐 这为他的转型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阶段是工作阶段 这一阶段 小李从事了三项工作 还经历了两个过渡期 结束了全球旅行 小李回到自己的家乡 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独立的活动策划人 他利用自己在探险中获得的经验 组织了很多节日活动 还为这些活动 专门建立了网络在线社区 在这份工作上 他并没有期望赚很多钱 而是希望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 建立了自己的人脉网络 努力提高自己在业界的口碑 35岁的时候 小李感觉自己赚的钱不够花了 于是他决定重新找一份工作 由于他在食品和娱乐行业 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 而且他非常了解客户需求 于是他顺利的跳槽 去了一家知名食品公司 这一阶段小李赚了不少钱 还结了婚 生了两个孩子 45岁的时候 小李辞职了 他度过了六个月的过渡期 陪伴孩子和父母 这是他的第一个过渡期 但是六个月之后 他觉得有些无聊了 就想回去工作 而且他需要钱 为了将收入最大化 他决定成为一名猎头顾问 他有丰富的商业经验 但对人性的洞察能力不足 于是他决定接受再教育 以加强他的生产资产 到小李70岁的时候 他积累了不少有形资产 但是在过去20年的艰苦工作中 他和朋友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 与伴侣的关系也比较紧张 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 于是他决定辞职去旅行 这是他的第二个过渡期 又过了两年 小李72岁了 他要进入第三阶段的组合职业阶段 他每周在国际慈善机构工作一天 给拉丁美洲的小朋友提供帮助 还在一家中等零售公司担任非执行董事 每周工作一天 并且每两周在当地的公共机构服务一天 直到85岁才真正停止工作 其实小李的五阶段人生 与老王的四阶段人生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归纳来看 主要是有以下四点 第一 老王是在45岁左右才意识到要转型的 他的三阶段人生从那一刻才开始转变 而小李从一开始 就把未来人生建立在转型概念基础之上 因此小李的理念 更符合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 第二 小李意识到 在漫长的人生中保持活力的重要性 因此他创造了两个过渡期 让他能够跳出目前的生活 花时间实现更新和转型 第三 在多阶段人生中 双收入家庭会越来越多 因为这样可以节约生活成本 而且实现转型需要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 但是双收入家庭需要夫妻双方 在无形资产开发 转型顺序等问题上密切协调 因此家庭规划和个人职业规划 都会变得更加复杂 最后 在老王的三阶段人生中 财富是先缓慢下降 然后再逐渐增加 退休之后再次下降 而小李的多阶段人生中 财务状况看起来像是高高低低的山谷 有很多波谷和山峰 因此呢 他的财务规划将更为复杂 好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第二部分的内容 随着科技的发展 行业和就业形势的变化 以及人们寿命的延长 将会出现探险 职业组合 独立生产者等新的人生阶段 因此呢 我们要平衡好自己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 积极地做好人生规划 然而 面对百岁人生 这样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 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很少有人认真思考 这一巨大变化将给工作和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社会 企业 和政府 似乎呢 也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 那么 如何在未来安排好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这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 就个人而言 首先呢 要做好长寿人生下的财务规划 生命更长 需要的钱就更多 而且 人生阶段变多了 收支变化也会变大 这就需要你学习一些金融财务知识 提高财务素养 而且啊 你有必要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充分的认知 还要了解自己未来的需求 比如说 你可以大概算一算 自己退休之后需要多少钱 万一你生了一场重大疾病 有没有备用资金等等 除此之外呢 你还要学会理财 作者建议将一部分存款用于投资 并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 他认为 投资的平均年收益率 比通货膨胀率高3%就很好了 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 所以呢 他不建议激进的投资策略 另外一个思路 是可以用房子来补贴退休金 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 房产是大多数人投资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退休以后 你可以把自己的房子租给年轻人 用租金支付住养老院的费用 以防养老 在有了财力保证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长寿人生下的时间问题 与活70岁相比 活100岁 当然有更多的时间做更多的选择 比如说 你可以用多出来的时间 创造财富 培养技能 与家人和朋友共处等等 但是呢 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一是工作时间变短了 人们反而越来越忙了 人们现在的工作时间要比100年前少得多 比如说工业革命期间 英国的标准工作模式是每周工作6天 每天10到16个小时 而现在呢 人们每天只要工作8小时 周末双休 还有很多带薪的假期 这得益于生产力的提高 但是呢 人们似乎并没有变得清闲 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富裕 物质欲望也随即提高 你想要买更好的车 住更大的房 那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工作 挣更多的钱 第二个呢 是工资越高 工作的时间反倒越长 有研究表明 100年以前 穷人和低技术人员的工作时间更长 而富人和高技术人员的工作时间相对比较少 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这种现象却发生了转变 比如说1979年 美国只有15%的高收入人群 每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 到了2006年 这一数字几乎翻了一番 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 一方面是因为现在服务业用工成本很高 以至于休闲的成本十分昂贵 人们想要去消费 那就得多花时间工作赚钱 另一方面呢 很多人觉得自己工作时间长 比较忙碌 说明自己很重要啊 自我价值感更高 再者 因为现在竞争压力大 当别人都在努力工作的时候 如果自己休息 就可能在竞争中失败 这些因素呢 都有可能导致 现在工资越高的人 工作时间反倒越长 第三就是空余时间变多了 人们休闲的时间却变少了 比如说虽然你每天只工作八小时 但是上下班的通勤 就可能花费你两小时 这两小时显然不能被算作是休闲时间 再比如说你放假在家 虽然你没有在工作 但还要处理大量日常事物 或者做家务 如果你不能从这些杂事中获得享受 恐怕呢 这些时间也不能被算作是休闲时间 那再加上 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琐事 都在打散你的空余时间 因此虽然空余时间变多了 但人们却感觉越发的疲倦 由此可见 长寿人生虽然可以给人们更多时间 但如果不能好好利用 时间也会被白白浪费掉 再者 是要做好长寿人生下的人际关系规划 随着人们寿命的延长 婚姻 家庭 亲友关系 也会面临更多考验 因此 安排好长寿人生下的人际关系 也非常重要 比如说 在老王早期的人生中 丈夫负责赚钱养家 妻子专门抚养孩子 这是一种生产型的家庭关系 但是在今天 婚姻更多的是一种感情需求 夫妻双方 也不再是一方依赖另一方 而是要共同承担家庭责任 比如说 两个人共同还房贷 享受一个假期 或经营一个家庭等等 人们需要适应这种婚姻关系 除此之外 夫妻双方在多阶段人生的转型过程中 需要相互支持 比如说 一方在学习教育阶段或创业初期 另一方就要承担更多的赚钱职能 由于人们的寿命延长了 在一个家庭中 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可能增加 现在的家庭结构以较小的家庭单位 比如说 以五口之家 三口之家为主 特别是在城市和发达地区 但是在长寿时代 对于一对夫妻而言 可能他们的父母 祖父母 增祖父母都还在世 这会使家庭结构变得更复杂 这种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 会增进不同年龄段人之间的彼此了解和相互支持 同样 也需要人们因为生活作息 饮食习惯的不同 产生的矛盾 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长寿 也意味着 人们仍然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放在交朋友上 而且朋友圈会扩大 在三阶段人生中 年龄已经成为人生经历的分割线 大多数人更愿意跟同龄人交往 而在多阶段人生中 不同年龄段的人很有可能有相似的经历 往年交可能会越来越多 那除了个人要做好准备之外 企业和政府也需要做一些改变 比如企业要增加员工培训 晋升等方面的激励措施 安排工作的时候 要充分考虑到员工家庭的因素 支持员工转型 为员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并充分考虑员工的个性化需求 对政府而言 需要重新调整法律 税收和福利制度 比如前面讲到了 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将不再从事全职工作 那到那个时候 员工的定义是什么 谁又该负责这些人的养老金呢 这些都是未来政府要解决的问题 好 以上呢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在不久的将来 人人都有可能活得更长久 长命百岁将不再是梦想 传统的教育 就业 退休 三阶段人生模式将无法适应 因此 我们必须积极做出改变 设想更多样 更灵活的多阶段人生 你做好准备了吗 好的 百岁人生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 听书笔记 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感谢观看